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其实是个老的 但是这个应该是日本的 大家看这是什么 很多朋友肯定以为这是一个破铁锅 但实际上这个应该是辽金时期的运动 但是没什么价值 大家遇到铜的 有文士的 可以买来收藏 这是个老药壶 看着不是烧茶的 这把壶至少是清代的 可能比清代还要早一些 这个救货市场就是假货少 精品也少 主要都是一些普遍 这是一把民国时期的老蒜盘 木材不是红木的 但是也是民俗老杂项 虽然算不上什么精品 玩玩还是可以的 这是维满洲国时期的老钱币 一眼开门 这咋卖的 不知道谁的 这套书一眼就是开门 大概晚清民国时期的 我没记错的话 这套书应该收录了108首 宋代以后的方济 今天主要陪大家转了转 我什么都没买 逛这种救货市场 就是随缘 只要坚持 某一天有可能就碰到你喜欢的老物件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无心简陋 喜欢的朋友欢迎给我关注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